副首相德尔水纳吉敦尔尔沙表示 在面对全球化企业高度竞争的大环境下 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开放政策 为国家未来发展做出明智的决定 副首相说因为国家领导人的高瞻援助 早在20年前就大力推动工业化以及私营化政策 才能让我国蓬勃发展 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成功吸引大量外资涌入 与此同时 丰富的天然资源 原产品廉价的熟练工人 划分明确的经济区 以及各种有利于经贸发展的政策 都是我国迈向成功的关键因素 副首相是在首都吉隆坡 出席北港私营化21周年纪念晚宴时发表谈话 他强调如果要让我国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经济价值发挥最高作用的话 我国政府就必须采取新的途径 确保投资者不会因为我国公共机构的繁文入节 又或是缺乏效率而却步 既能放弃在我国投资